當然可以考慮一些跟通脹相關類型的股份 就是跟民生方面、食品方面 就是這些類型可以考慮一下 所以大體上 如果你說企穩在二馬千年開始入市的時候 傾向上由一個小駐來開始部署 就會比較安全一些 說明民生食品,是買中資的食品股還是其他有什麼推介? 我想是兩個考慮 如果你不是買中資類型的 當然是買香港類型的 但香港類型的也要考慮一下 疫情是否真的可以在短時間內 會有一個收工的狀況 因為你始終如果真的落實的話 要去到三月下旬才會做這個全民檢測 你檢測了之後 到底隔離的設施足不足夠? 另外一個方面 醫療方面是否又可以支援香港現在的疫情的需要 很多的變數存在 所以如果你說相對上避免了這些風險的時候 可能傾向上買一些國內的食品股就會比較好一些 例如旺旺 這些一直以來都是傾向一些強勢類型的股份 如果你說國際油價繼續升的話 都對於食品股的加價空間仍然存在 事實上年初的時候普遍內地做即食面的股份 其實都已經加了一次價 加了12% 接下來市場都會衝勁今年還有一個加價空間 這類型的股份 相信那個股價暫時還未見定 都可以留意一下 Catherine也很想追問 她說國家港名減少依賴國際糧食 中糧506有可思考嗎? 2319又可不可以看高一線呢? 兩隻都看一看 506是中國食品 不是中糧 其實都看到股價表現 都是一個強勢的狀況在 昨天出了十字星 稍為有一些好淡爭詞 但是也要留意一下 其實不算昨天跌很多 跌幅來說 跌不到0.6% 前天反而調整幅度是比較大 某程度上也跟大市表現有些關係 現階段如果去看的時候 可能留意一下3.2這個位置有沒有支持 例如未來兩個交易日都可以守得到3.2 然後才考慮入市 相對上就會比較穩陣 因為始終市跌的時候 可能對這些強勢股 稍為都會有一些股壓 再等一等才入市 就會好一點 如果是食品股 你自己也是保持黃黃的旅嗎? 這個類型是比較多一些資金來追捕 而且市值大一點 除了旺旺之外 是康師傅或者是統一 這些大型的食品股 市場的需求 對於他們的產品的需求比較大一點 可以留意一下 幾隻來講 鄉師傅近日的股價走勢稍微弱一點 如果比較穩陣一點 都可以多看一兩個交易日 如果它的股價不跌穿15.8 才會考慮有些好一點 但如果跌穿15.8 可以等一等 大概是上年12月的低位的位置 才會考慮吸納會比較安全一點